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天忠飞翔这个作品 我们看到这是大雁 它是沿着不规则的轨迹在飞翔 那么用我们之前学的动作补剑动画 显然不好实现 那么要实现大雁飞翔这样一幅作品 就要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引导层动画 本知识点的学习目标是 一 掌握创建引导层的方法 二 掌握引导线的绘制方法 三 掌握将对象吸附到引导线起点和终点的方法 四 能够模仿完成引导线动画实力的制作 为了便于更好的学习这一知识点 我们将结合大雁飞翔这一动画的制作过程 来一起学习如何制作简单的引导层动画 打开Flash软件 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将我们提供的素材导入到库 我们需要挥动翅膀大雁这样一个GIF动画 还有草地蓝天我们这个动画背景 这样的话这两个素材就导入到我们的库中 分别线两个层背景层和大雁层 在背景层中将草地蓝天图下 拖拽于舞台中央 找到对齐面板匹配舞台的宽和高 是它水平和垂直都居中 第四十针插入针 选择大雁层 在大雁层的第一针 我们找到挥动翅膀的大雁 这样一个影片剪辑 拖拽到舞台的右侧 接下来点击大雁层的第四十针 我们插入关键针 将挥动翅膀的大雁 拖拽于舞台的左上 那么这个引导层它引导的是大雁的飞行 所以我们先选大雁层 创建引导层的方法有很多 可以通过插入 时间轴 里面有运动引导层 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面板上的 添加运动引导层 这样我们就插入了引导层 选择引导层的第一针 找到千里工具 在舞台右侧大雁的位置 画出大雁飞行的一个轨迹 选择被引导层大雁 选择 挥动翅膀的大雁 影片剪辑 在选项里边 点选贴紧至对象 将大雁 这个影片剪辑的中心点 与引导线的起点对齐 选择大雁层的第40针 将大雁的中心点 与引导线的中点存合 选择被引导层的大雁 在起点和中点 这两个关键中间的任意一针 右雁 创建部件动画 Ctrl加回车键测试影片 根据不同的动画效果的要求 被引导层的对象 它的一些参数可以进行设置 比如说缓动 它的旋转 包括它调整到路径 根据以上的实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引导层动画它的制作过程 第一个 在普通层中创建一个对象 第二 单击添加引导层按钮 在普通层上层训建一个引导层 普通层自动变为被引导层 三 在引导层中绘制一条路径 然后将引导层中的路径 沿用到某一阵 四 在被引导层中将对象的中心控制点移动到路径的起点 第五 在被引导层中的某一阵 插入关键阵 并将对象移动到引导层中路径的终点 第六 在被引导层的两个关键阵之间 创建动作不见动画 引导层动画 制作完整 好 我们的课后 作业是 根据我们这几课学的内容 我给的素材 制作如图所致的归兔赛跑 这样一个引导层动画 好 本节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mmanuel cheers 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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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